大家好 喂小林 刚刚就随便说说新闻啊 谁知道给我刷出个什么东西啊 大事不好了 我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简直是后几倍发凉啊 我就马上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马上皱起眉头了 我说这玩意儿细思极恐啊 我就马上觉得不对劲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我马上我干嘛 我连线 我打开微信 打电话不行 跨国电话太贵了 马上我连线 我那几个最要好的哥们 最要好的几个小伙伴 以前可能是某某公司的董秘啊 或者说某某公司都很聊的开的 有时候大家切磋切磋 分享一下最新的财经动态 不得了 我说这个新闻 我说不得了 一拿出来 我说你们要办移民的 或者说要跑路的 我说我觉得这个不对劲 赶紧的 赶紧办 抓紧办 一定要紧张起来 所以这个视频也是 特别是强烈的小伙伴们 这个新闻也要认真对 但你且听我说说 且听我说说 怎么分析个一二三四 这个新闻究竟后面代表着什么 我毕竟你要知道 毕竟我天天在捞刀 是吧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捞给我看看 每天最起码两个视频 最近算因为上班 一早一晚 那基本上 每天两个视频 以前如果有空的时候 我一天 还多 我可能拆开来 一个新闻拆开 拆开两个新闻 我天天搞两个视频 我多多少少 怎么呢 我自己得到了训练 是不是 我包括说话呀 或者说是分析 我不是这么容易的 你天天不带重量的 不断的唠叨 对不对 你多多少少 你要有所训练 或者说熟能生巧 对一个新闻 你怎么分析呢 你采取什么角度呢 你说你刚才 你又要有独特的角度 是不是 你又跟别人完全重样 你要差异化产品 是不是 我们也是个服务 也是个产品 那你也有所差异化 也要有点主流化 也要撑热度 反正都不容易 所以我这分析的 还有点道理 但我觉得 尤其是强烈的小伙伴 你还没能出来的 你要重点参考 我觉得这个新闻 是我最近看到 给我印象最深刻 我觉得背后含义 影响最大的一个新闻 最近一段时间 我没这么紧张过 最近 那我们也是先吐槽 新闻先给大家练一练 然后再给个一二三四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新闻是什么玩意儿 然后我们再分析 是不是 先别急 最后再给你搞个一二三四 首先 这个是 他是这么说 一段时期以来 很多这种商业网站平台 很多自媒体 屡屡发生这个违规 发布财经新闻 但是我不违反 财经新闻 而且建制的是财经 你先领会领会 啥意思 歪曲 解读经济政策 你看我们搞一些经济政策 你看歪曲解读 解读 唱衰唱空金融市场 充当黑嘴 博人眼球 照谣传谣 敲诈落鼠 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了 所以前面那些 你说这个唱衰唱空是个违反吗 违反吗 不道德吗 我不知道 反正你说我看空礼 我唱衰礼 我觉得并不 我觉得违反道德算不算 因为我唱空礼 我唱衰礼 如果我实际行动是言行一致的 比如我唱空中国 那我自己也移民了 我卖掉所有中国的资产 我自己移民出来 那我言行一致 那没问题 对不对 那什么叫黑嘴 那什么叫成 问题呢 你是唱多做空 或者说是唱空做多 那就是问题啊 比如是有些权贵 对吧 天天说 哎呦我们爱国啊 中国有了解 谁知道 然后他自己移民 对不对啊 那你就不对了 像我的言行一致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OK啊 对不对啊 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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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各个的拉外国国籍 对不对啊 然后天天教人家爱国 比如某央视啊 我是谁啊 懂清是不是啊 给人家什么开学第一课 嘿 这种人就品德品格有问题 是不是 哎 然后呢 我们边吐槽啊 边吐槽啊 吐槽也很重要 是不是 给大家出口气 反正网线办决定啊 8月27号 起 不给你准备的时间 我告诉你 我说了 国内的政策 你看他 从推出到执行 你要看出他的执法的力度 如果他推出 然后明天的执行 就像我 我当时分析那个房地产 那个贷款的那个问题 他12月31号晚上推出 1月1号早上就实施 只给你几个小时准备 那就是很明显的 这个力度非常大 那你再看这个 8月26号晚上的新闻 8月27号马上就实施了 也是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我告诉你 有时候你刚好周末 去吃了个饭 你没看新闻 或者说没怎么着 来不及删帖 赶紧把自己的内容全删掉 不然明天把你号封掉 是不是 有时候周末刚好在休息 明天把这个全抓起来 全关了 看情况 要不就把那个发视频的 或者说发文商的 也逮到那个看守所里面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评价标准 今天晚上发的文 明天早上给你执行 而且整治时间长 整治时间从到10月26号 夸国庆 他可能也考虑到国庆 国庆期间 前前后后 反正又又是什么这个那个的 反正几个节日 把它全管起来 而且 为专项整治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说白了 后面还要有 这个是长效机制的 也就是说他经常说的长效机制 整整改期间 国家网信办将会同 你看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人民银行 证监会 银保监会等财经主管部门 杜出指导主要商业网络平台 对照专项 整治要求集中清理一批 违规发布的财经类信息 所以他搞了这么多部门 主要是要给你定性 明白吧 要从专业的角度 应该来讲 他们也是 怎么讲 我这个专业指的是 他们会对他们的一个执法的 究竟采取一个什么角度 去给你定性啊 拉一堆的部门 还是 这个叫联合执法嘛 我说联合执法力度就比较大 之前包括 还没出双减政策 我说 很多次的搞这些什么培训班 都是联合执法 找了很多个部门 又是消防 又是城管 又是全部去抓 我就说了 我说这玩意还是力度很大 当时我就有这个 有这个感觉 然后他里面啊 他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这次主要重点聚焦财经类 几个呢 自媒体账号 主要公众账号平台 那就包括什么什么微博啊 微信全部全部包括了 这哔哩哔哩哔哩都包括啊 主要商业网络平台 主要商业网络啊 都都包括什么什么 哎呦都都都都说不完了 啊 财经板块 或者说主要财经资讯平台 四类网上 传播主体 重点打击八类违规问题啊 哎 你看了 八类问题 第一个 胡平 妄议 妄议中央啊 歪曲解读 我财经方针政策 比如我们说要把这个培训班全关了 你歪曲解读 他说你歪曲 我说你歪曲就歪曲 因为主管部门全在我这边 明白啊 宏观数据 有些什么人口啊 天天说我们生不出孩子呢 然后我们搞个三胎政策 你又又蹦蹦哒蹦哒出来 反正这样是 就搞得他 他也是没有了办法 你明白 你说我开放三胎呢 你又证明了我这个出生率不行 我不开放三胎呢 你又老在说我生育率不行 明白 都不行 反正他他反正他两面不是人嘛 他反正感觉 他他就 你看恶意掺空 我国做金融市场 整天 你是个有什么办法呢 你 美国股市天天历史新高 你让我们 你说你做人民日报 你说你是不是黑嘴 你说4000点 是股市的起点 是不是你说的 新华社 就前几天的 出了一个8月20号 美股近期面临更多的利空打压 包括 看蛋啊 前景看蛋 哎呦 都不说了 你说你人民日报是不是黑嘴 你已经黑 美国的黑了几十年了 那你是不是黑嘴 如果听人民日报去投资美国 那是不是要亏很多 那你说你是不是黑嘴 那你习近平是不是黑嘴 你习 你习包子 你天天 哎呦 我们中国开 改革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宽 放心来投资中国 是不是你习近平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那你是不是黑嘴啊 你现在一一老门就又又把什么滴滴关了 又把马云关了 啊 让让你你习近平有没有讲过 让民营企业家啊 好好啊 安心投资 安安安安安安心做生意 对吧 你说你是不是黑嘴 那是吧 就就就就 什么叫黑嘴呢 就这听听了你就你就不行吗 听了你就是错的吗 你说你全部是黑嘴 你要我说 嗯 我就要唱空中国经济了 那这好人 赶紧卖叫 哪个赚钱 你告诉我中国投什么赚钱 你就告诉我投什么赚钱 我马上去投 我给你赌 你你直接告诉我 我给你做时间 我马上投钱 投投个一万块人民币 不多不 不多不少啊 反正 我马上给你投啊 你就告诉我能投什么 人民日报啊 或者习近平 你就你就告诉我 我投了如果亏钱的 我马上找你 你就是黑嘴 是不是啊 那开玩笑的 所以说真的是不屌他不行的啊 毫无立场 又要又要毫无立场啊 第二种啊 不加判断的转载搬运境外歪曲解读 不财经领域热点的评论 毫无立场 刚刚我有立场 我就看空 那有立场 那不行 毫无立场也不行 你一定要看好 只能看好 你不能毫无立场 你想想这句话 也就是你不能沉默 你只能鼓掌 明白吧 开玩笑啊 散布小道消息啊 所谓什么重磅 独家猛料 扯了个蛋 我告诉你 所谓什么重磅啊 猛料 就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你看你什么了得性 天天不是那个官员 昨天还在那里说话 明天你就把他毙了 什么什么各种什么 叫做叫做叫做啥 叫做什么 这个纪委 对吧 就马上马上把人 抓抓抓抓下来了 那你说你天天就这种鸟事啊 然后一溜的 赵薇的全部下架呢 你天天就这德性 人家这个重磅爆料 我告诉你是个客观描述 什么突发 你天天突发 这个是客观描述 对吧 重磅 双减政策 培训班全关掉 你觉得这个是黑嘴吗 这个是客观描述啊 我觉得非常客观啊 你就是这样做 我就是这样说 有错吗 我觉得没错 所以就 这么断章取义啊 反正他给你扣帽子了 影响市场波动 最影响市场波动 少说话 你要按我来说 你别掺和经济 你不要老是影响经济 我说了 最咬乱市场秩序的就你们 谁在咬乱市场秩序 你不是你政府部门 公务员或者权力机关 有权力 有这个能力 咬乱市场 最咬乱市场 就是你几个鸟东西 炒作负面信息 敲招勒索 威胁恐吓 哎呦 这不是 你刚全是他自己干的事情 对吧 敲招勒索 你不刚刚把腾讯 敲了500个亿吗 哎呦 反正你 这真的是没法看啊 哎呦 我们把它全部念完 然后分析分析 炒作社会恶性事件 那你有个恶性事件 什么叫炒作 你确实发生了恶性事件 有本事 你管的社会 有本事 你不要让它发生 有本事 你把社会管好 不要今天一个人上街 就砍了几个小癌 你有本事 你把社会管好 你不要管说话的 好吗 真的是麻烦 你就你前几天 你自己央视 又把一个瑞士人做出来了 全世界都看到 搞了个瑞士人 对吧 你说你完全的造谣传谣 就你央视 对吧 真的是没法看啊 他搞这么多东西呢 我告诉你 我们还是要总结个一二三四 我觉得他问题大在哪 证明 你想想他为什么 要封禁啊 或者说这些什么抓提出问题的人 这些是老生常谈 但是为什么恰恰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整治行动 证明 这一段时间 马上这个雷就要爆 横着横着 冻结不是办法的 冻结总会 出现一个释放 风险的释放 我说了 要不就是人民币跌 人民币不跌 那就是资产价格要跌 要不就是完全冻结 但完全冻结也会出很大问题 所以中国的金融风险 会进入一个集中释放 包括就业 你说你搞这么多 教培一千多万 外卖美团 他说要现在要他买社保 其实政府想多收 其实这些外卖原理 你想他不知道要买社保吗 要你去交吗 但是他现在强制美团给他们买社保 其实不对 因为零工就零工 零工就不买社保 任何社会都这样 包括发达国家都这样 这是一个市场的自然现象 他现在是没人买社保 他要拉人买社保 然后你裁员 你这个美团 如果他要多出一个支出 我们聊了上海两千多块的社保 但一线城市往往卖外卖员最多 对吧 你说那四五线城市有几个外卖员 没有几个外卖员 外卖员最多就是在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社保最贵 他这个成本加上去 他是不是要裁员 或者说要加工作量 所以对于工人来讲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我你看一个教培 一个外卖 吃播已经早全尺 我告诉你 以前吃播很多的 大胃王什么的 倒下一大片 你说这些吃播也拉动不少泪血 对吧 他们吃的 然后拍摄 也拉动整个团队的就业 对吧 吃播 房地产 包括建设也好 销售也好 中介 这里少说几千万人就业 我告诉你 这几千万人就业 现在到哪里去了 没有 回乡下 睡大觉去了 但是他们睡着睡着 要出问题的 为什么现在极端情况这么多 到处砍人 到处什么 这些东西搞久了 就全是黑社会 你说打黑除恶 这些黑社会怎么来的 就经济差 是不是 可见中共 已经一方面 它知道后面是个风险的 集中释放的 这样一个时间段 后面很多东西 很多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它要把你先摁住 先不要让它社会传播的太广 虽然你知道 你看你知道股市暴跌了 我兜不住了 但是你起码你不要太多的讨论 起码它先把这个问题 影响降到最小 它已经在做这个工作 可见后面就是这个经济出很大问题 而且它既然现在做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它对经济已经放弃治疗了 中共对经济这一块 也就是它的这种执法的合法性 它已经放弃了 因为之前你只要经济好 多多少少 大家认可你这个政权 对吧 但现在它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要你们没有选择 让你们人民群众没有选择 就是你们之所以选择我 之所以不烦我 因为我的经济还搞得还可以 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 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办不起来了 那就后面它就要 很麻烦 很麻烦 所以就是 后面可能不知道翻墙的 如果正常情况下 国内如果你抓起来 翻墙的会增多 因为你说我做个企业 我做老板 我怎么决策 没法决策 我说大企业的老板都翻墙 当然他们有专线 他们可能有外国手机号 但就这个东西 你会不会又引起 它会把翻墙这个东西管起来 因为我把里面管了 里面全翻墙了 都不知道 或者说它没想到这一块 但无论如何 我认为这个新闻的背后 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的问题 要全暴露出来了 后面已经污不住了 已经按摩按不住了 当然也是他自己做的 已经按不住了 已经想想想维持都维持不下去了的时候 我只能先把人的嘴巴管起来 来将影响降到最少 这就是这个逻辑 而且它很可能后面 要启动非常反人类 非常反人道的手段 去管制这个社会 现在其实都是这样了 它的这个趋势一直都这样 所以这个新闻 大家认真对待 不是那么简单 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续分享 对不对